台上有兩位 我要請他留步了 那個潘清瑜跟那個李冠義嘛 對不對 來來來 一家謝謝齁 謝謝一家 兩位 你知道為什麼要特別cue你們下來嗎 來看一下螢幕 九男孩 楊雅澤的第一部的劇情長片 2008年吧 九年了 九男孩了 來來來 而且很榮耀的是 今年你是參加這個入圍作品的演員嘛 對不對 騙子二號 那一號李冠義你是導演哦 哇 今年是以導演作品來聊一下好不好 來來 講幾句話 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騙子一號李冠義 是 你 嗨 大家好 我是騙子二號潘清瑜 掌聲歡迎這兩位騙子哦 騙盡了 聽最強了 很有實力啦 對不對 欸 關於你怎麼會想像導演而演而優則導 很厲害 沒有 就是 呃 我 因為我念廣電戲 然後想說 學校沒有演員班 我想說那還是 還是很喜歡拍片 所以想要用不一樣的方式在講故事這樣 想說那就寫一個故事 然後 然後自己可以試著用不一樣的角度去看故事這件事情 很明顯大家都沒有聯絡 因為你沒有找潘清瑜當的演員 年紀有點不太 不太符合 你那個裡面的角色是有年紀的對不對 都是長者喔 沒有這個青少年的小鮮肉的角色 沒有這個青少年的小鮮肉角色 就很優氣 很優氣 但就沒有寫到他 很優氣 但就沒有寫到他 好 無論如何 沒關係 欣運來聊一下 來 這一次入圍的心情 然後九年了 九男孩 很高興 因為我去年也有參加金碎獎 然後今年的作品又入圍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一起加油 然後明年再在這邊見面 是 好 那兩位九男孩有聯絡嗎 這九年來 中間有一段過程是沒有聯絡 因為我青春期的時候其實比較內向一點 然後現在差不多他青春期了 所以 也沒差幾歲了 所以 那你呢 比較少 衝鋒的感覺 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是 他上次有找我拍過 我大學一年級還是二年級的時候 有拍一個 一年級的時候有拍一個作品 就是學校的作業 然後那時候就有找他來 來玩 是 這個金碎獎獎衝鋒了 所以希望未來一起再合作多一點好不好 讓我們再衝鋒那個 哇 九男孩多好的作品 真棒 謝謝兩位 謝謝 很高興 好 和少一張 先把這個麥克風收起來 來 鄭叔我先幫你收起來 恭喜 哇 一倒一眼喔 沒想到是以這樣的身份 再度衝鋒 在舞台上是我們的金碎獎獎獎 恭喜李冠儀跟潘青玉 謝謝片子一二號 感謝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 頒發這個學生組記